中共官媒新华社晚间传来的最新消息 伯谷开兰和张小军涉嫌故意杀人一案 近日已由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报道称被告人伯谷开兰和儿子伯呱呱 与英国公民海武德因为经济利益发生矛盾 伯谷开兰认为海武德威胁到了伯呱呱的人身安全 与被告人张小军共同投毒杀害了海武德 报道称审查查明两名被告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该案 并且将择日开庭